今天,我们要深入了解一个被誉为技术指标之王的指标,MACD 我们经常听到一些关于MACD的理论 比如判断股票是处于牛市还是熊市 以及黄金交叉和死亡交叉 但是,这些理论背后的原理是什么呢? 灵轴这条线为什么能成为多空双方的分界线? 快慢线的交叉为什么能作为买卖点的依据? 柱子又象征着什么意义? 只有厘清这些问题 MACD是由杰拉尔德·阿佩尔于1979年研发的指标 全称是Moving Average 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 我们需要注意这几个英文词 前面的是Moving Average就是移动平均线 后面的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意思分别是收敛和发散 把这几个单词综合起来看 我们就能知道MACD其实就是在说着移动平均线的收敛和发散 但是,这句话可能有点抽象 我们再深入解释一下 一条移动平均线偶尔会靠近另一条移动平均线 偶尔也会彼此远离 阿佩尔就是在观察两条移动平均线之间的距离关系 忽远又忽近,靠近又拉远 这种距离的改变 就是它所谓的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 中文就是收敛和发散 阿佩尔通过研究这些距离来分析股价涨跌的力度以及潜在的趋势转变 在MICD指标栏中,除了基本的数字栏,零轴以上是正数 以下则是负数 另外主要还有三样东西 一条红色线,一条蓝色线以及红绿掺杂的柱子 这三样东西都是阿佩尔依据两种距离绘制出来的 我们现在来看阿佩尔探讨的第一种距离 也就是短周期的EMA和长周期的EMA这两条均线之间的距离 我们先简单复习一下EMV 中文叫做指数移动平均线 它是移动平均线也就是MA的进化版 传统的MA是将某一期间的股票收市价进行算数平均 而EMA则是对近期的收市价赋予更大的权重 因此对股价的敏感度更高 更能反映出最新的股价变化 也更适合短线交易 我们重新回来探讨MACD的第一种距离 目前市面上的MACD指标 普遍采用的EMA天数是12天和26天 也就是EMA12和EMA26两条均线 前者就是阿佩尔所谓的短周期EMA 后者则是长周期的 刚才说过 每一条线都是由一个个点连接而成的 而每一个点其实都对应一个数字 阿佩尔把每一天EMA12这条线当天所对应的数字 减去EMA26这条线当天所对应的数字 就会得出两者之间的距离 而且这个距离也是一个数字 就能在MACD指标栏中画出一个点 接着再把每一天的点也都连起来 就会出了MACD的第一条线 DIF也就是这一条红色线 俗称叫做快线 总结来说 DIF这条线的公式就是EMA12-EMA26 所以DIF记录的数据就是这两条线每一天的距离 理解了DIF这条线的形成后 接下来要带大家认识它的意义 在MACD指标栏中 如果一只股票的DIF是位于零轴之上 那我们首先可以知道 这只股票的走势还不错 为什么可以这么解读呢 刚刚强调过 DIF的公式是EMA12-EMA26 所以如果DIF在零轴之上 就代表EMA12-EMA26后得出的是正数 如果是负数就会在零轴之下了 那么EMA12-EMA26得出正数 又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那一天EMA12这条线处于EMA26之上 再来 从均线理论我们可以知道 如果一只股票的短周期均线处于长周期均线之上 那这只股票就是处于多头排列 偏向看涨 所以当EMA12这条短周期均线处于EMA26长周期均线之上 就代表这只股票是偏向看涨的 因此我一开始才会说 一只股票的DIF如果处于零轴之上 那我们首先可以说这只股票是偏向强势的 以上就是这句话的完整逻辑线 反之如果DIF于零轴之下则代表EMA12减去EMA26后得到的是负数 在图表上的呈现就是EMA12处于EMA26之下 从均线理论我们可以知道 如果一只股票的短周期均线处于长周期均线之下 那这只股票就处于空头排列 偏向看跌 所以如果DIF在零轴之下 我们首先可以得到的讯息是 这只股票是偏向弱势的 可以发现 此时的零轴就顺理成章变成了一条牛熊分水岭 现在上方就偏向看涨 处于牛市 在下方就偏向看跌 处于熊市 至此 我们开头提的第一道问题顺利的解 搞懂DIF这条线以后 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研究MACD的第二条线 DEN DEA是怎么绘制出来的呢 其实同样是用EMA计算的 但刚才我们一直在谈的EMA12或EMA26 都是套用股票的收市价这个数据算出来的 DEA虽然也是用EMA公式 但它所采用的数据并不是股票的收市价 而正是我们刚刚学会的DIF这条线的数据 那你还记得DIF记录了什么数据吗 就是EMA12和EMA26每天的距离 没错 DEA这条线 就是把DIF记录的这个距离 套用EMA的公式 再进行了一次算法 取的天数是9天 以及EMA9 所以说 DIF每9天记录的数据 都会被DEA套入EMA公式中进行计算 最后便造就了MACD的第二条线 DEA 也就是这条蓝色线 俗称叫做慢线 为什么叫慢线你 最简单来说的话 是因为DEA说到底就指向是DIF近9天数据的平均值 数学上来说 平均值的变化幅度或速度 不会超越原数据 就像你今天如果胖了一公斤 但你近9天的体重平均值 不可能会直接同步增加一公斤 所以DEA这条线的变动 一定比DIF来的平缓 因此DEA才会被称为慢线 DIF则相对被称为快线 了解了DEA这条线后 有个概念要先提醒大家 越短周期的均线对股价的变动越敏感 所以EMA12跟EMA26对股价的反应程度不会是同步的 今天如果股价上涨较短周期的EMA12这条线 其上一幅度和速度会远大于EMA26 因此如果EMA12减去EMA26后出现的数值越大 就代表近期股价上涨的幅度越大 速度越快 换句话说 多头趋势中 如果EMA12和EMA26之间的距离越大 代表近期股价上涨的越快越猛 记住这个结论 待会儿会用上 接下来我们开始讨论DIF和DEA之间的关系 这也是阿佩尔要探讨的第二种距离 目的是分析股价涨跌的力度 根据这两条线走势的不同 大致会出现以下四种状况解读 如果DIF这条线处于零轴之上 且高于DEA的时候 就代表近期股价上涨的力道再增强 为什么呢 刚刚说过 DEA就像是DIF的平均值 所以如果DIF高于DEA 首先就代表当前EMA12和EMA26之间的距离 大于近9天的平均值 而大于平均值的话 就代表EMA12和EMA26之间的距离逐渐变大 还记得刚才的一个结论吗 多头趋势中 EMA12和EMA26之间的距离越大 代表近期股价上涨的越快越猛 所以我刚才才能直接说 如果DIF处于零轴以上 且高于DEA 就代表近期股价上涨的力道再增强 以上就是完整的逻辑线 反之 如果DIF处于零轴之上 但低于DEA的时候 就代表当前EMA12和EMA26之间的差距 小于近9天的平均值 意味着股价上涨的力道在减弱 再来 我们看看当DIF处于零轴之下的状况是怎么样 首先 DIF小于零的话 就代表EMA12-EMA26得出负数 以及EMA12处于EMA26之下 趋势偏弱 但如果此时DIF是高于DEA的 就代表当前EMA12和EMA26之间的差距 大于近9天的平均值 意味着股价下跌的力道在减弱 有可能实现反弹 反之 如果DIF处于零轴之下 且低于DEA的时候 就代表当前EMA12和EMA26之间的差距 小于近9天的平均值 意味着股价下跌的力道在增加 这部分的逻辑比较绕 第一次看不太能掌握是正常的 有心学习的观众可以多看几遍 肯定就能透彻理解 掌握了以上四种的状况解读后 你就能更轻易理解MACD的重点用法 也就是黄金交叉与死亡交叉 如果某天你发现一支股票的DIF 由下而上突破了DEA 就代表当前EMA12和EMA26之间的差距 开始大于近9天的平均值 意味着股价上涨的力道在逐步增强 股价有可能实现反转 这个交叉突破的实际点 就是专家所谓的MACD黄金交叉 趋势转强 适合做多 反之 如果你发现股票的DIF由上而下跌破DEA 就代表当前EMA12和EMA26之间的差距 开始小于近9天的平均值 意味着股价上涨的力道在减弱 这个交叉跌破的实际点 就是专家所谓的MACD死亡交叉 趋势转弱 适合做空 以上就是黄金交叉及死亡交叉背后的原理 至此 我们的第二个问题得解 不过要注意的是 MACD金叉和死叉的运用 还可以结合其他各种条件来做更深入的分析 之后的视频会再讨论 阿佩尔为了让使用者能更轻易看出 DIF和DEA的差距 又将每日差距的数值设计成了柱状图 每一根柱子的公式就是当天的DIF减去DEA 为了加强显示的效果 阿佩尔又用红色和绿色来分类 要注意的是 有些国家地区采用的颜色不同 但并不影响实战分析 市面上多数默认的颜色设置是 零轴以上是绿色柱子 代表DIF减DEA的出正数 也就是说DIF高于DEA 代表股价走势较强 且柱体越大 代表上涨力道越强 在零轴以下的柱子都是红色 代表DIF减DEA的出负数 也就是说DIF低于DEA 代表股价走势较弱 且柱体越大 代表下跌力道越强 所以专家才会说 如果柱子油红转绿 代表趋势转强 适合做多 反之 若是柱子油绿转红 则代表趋势转弱 适合做空 至此 我们的第三个问题也顺利地解 总结来说 MACD指标其实就是以EMA均线为基础展开的 研究的就是EMA12和EMA26之间的 忽远又忽近 收敛与发散 并透过这种距离关系 对买进和卖出的时机做出判断 这边我必须再次声明 很多技术指标都具有滞后性 MACD也不例外 所以新手在实战使用前 请务必先自行复盘 检测MACD的有效性